俄罗斯诗人唐西兰为冬奥会加油 我们从小时候会去淮冰的 所以今天我要来玩一下啊 我们一起走 刚才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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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累了 我们去吃饭吧 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冷啊 北京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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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因为我感觉我好久没来北京啊 然后在中国东北 就是这个气候和俄罗斯的气候差不多的 因为我一般在浙江和上海那块 那么现在面来了 我们开始拌了 我们先把那个酱放在那个面条里 先稍微拌一下 好 我们这边拌好了 我先唱一口 这边是第一次来的吗 北京啊 对啊 就是这个街道 这个街道是第一次来的 这个街道是咱们本地的一个品牌链锁店 我们呢 左边是做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时尚之类的一个结合产业 就是应该现在购产业 对 它会有时尚的工业在里面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国家会行的东西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是吧 哦对 还没开始 对不对 对对 因为这两年 我们早就一些年号产品 这一些年号产品 他们其实刚才不是要去做这种工作 这边来你们胡同这边看看有什么工业品了解一下 嗯 这种工业品就是我们拍擦丝法郎的那种 哦 法郎 哦 就和唐刺的那种 不一样 不一样 本地的一个特色是吧 嗯 在北京只有六百多年 哦 这个色彩还蛮丰富 嗯 一百六十八这一套 嗯 嗯 还有一套是这样的 看一下都是冬季的运动 对我们天天跟刚才去那个花园也差不多 嗯 掉了是吧 然后就看到这么一个点就挺好的 可以了解一下啊 你们这次冬奥会就是那个羞猫是一个迹象物对吧 对对对 好可爱 哦 这个叫冬奥的 哦 叫冬奥 叫冬奥 哦 像冬奥 这个叫 这是藏奥的 哦 然后这个是冬奥的 然后他们就叫冬奥的 冬奥的 哦 哦 这蛮可爱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代表性的动物就是小猫哦 哦 哦 这个蛮有特色的 因为其实我发现在中国东北的那些说那个艺术品或者公益品它其实和俄罗斯特别接近的 因为像我们俄罗斯有喝茶会这么大的一杯子 对 对 然后估计你们这次冬奥会的那些游客来的会挺多的 会买的很多 是 是 就这两个人就开始好多好多人都买了 都要买了 都要买了 啊已经断货了 哦 买了好多货了 都买不到了 昨天呢我跟着朋友们去北京的胡同 然后我们在胡同的看到了一个点谱 就是近台兰的一个纪念品点 那么今天我专门来到这个博物馆看看这些作品 其实我一进去觉得这些作品特别精彩 做得特别细致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和工艺 和我们俄罗斯的一些工艺品还是差不多的 那么今天就要是看看这边的一些大师的作品 那么待会我们还会进去自己体验一下这个受工艺的过程 我带大家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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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一个多星期 我的惊态篮盘子终于收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盒子好大 期待了期待了 拿不出来 你看看 哇 你们看看哦 怎么样啊 好不好看 这做得太好了吧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金太郎和罗斯多夫的法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们的色彩都非常严厉 制作手法也非常像 而且这个盘子上的滑滑的任务 它的造型 线条等等都非常非常好看 太喜欢了 我非常感谢李静老师带我体验这么有意义的金太郎作品 2022年已经到了 在这里我想说 赢东杰尔门 加油 这个冬天是属于你们的 没有人的质疑 谢谢大家 你 感谢观看